各位早晨 現在溫度是零下11度 兩位數字零下 兜一下North York Helen Road附近 這個附近大部份是出租泊物 只有不夠10座是私人擁有 是近十多年好些 私人擁有的 以前全部都是地產發展基金 他們建一棟樓就租一棟樓出去 建一棟就租一棟出去 由租金賺到的錢滾傳下來就繼續建樓 貧者就是無納追之地 富者就是年年千里的房地產 所以我經常都說 自富是由地產開始 你不要和我引用大陸的死城 那些過渡開發 不能一概而論 昨天晚上看這些死城 有些只有1%的人住 那落地門窗不是那棟窗的玻璃會震 整個框架 整個框架 連鐵都會吹得動 那些 那些 投資者叫肉哭無淚 哈哈 這麼差的建築 真是可怕 最近又看回台灣有一個UFO村 建了幾十年了 就仿UFO的形狀造成一個度假村 幾百間屋 只有幾戶人繼續住 其餘全部是空置的 那現在這個UFO村復活 其中一個單位 被人拆了搬去另一個地方 就建了它出來 那就相當漂亮 其實這個UFO村 我覺得它是 我覺得它是 怎麼說呢 是領先了時代 其實現在應該繼續建這些UFO村 它一天除了一個忍到地下的水管 和忍到的水管 是外接之外 即是你戒了那些水管 電的接口 那整個東西可以搬 即是有些少似的那些Mobile Home 以現在這個世界變化萬千來說 應該是全部的 應該是全部的 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些人經常搬來搬去 整個UFO搬去其他地方 有人接電 接水管 就搞定 快靚正 不一定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啊 又是天朗氣清的 那些 就是冷得死人 那些 看上去就好像 很猛陽光 那樣 但是零下十一度 日間最高 去到零下七度 晚間又去到零下十幾度 好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對 感谢观看